我們今晚就來這裡吃飯了 這裡是海邊來的 叫做Water Fund 逢星期五是特別旺的 因為這裡有餐廳食物 也有酒吧喝東西 我們現在一邊走著去 就一邊介紹了 第一間叫做沙巴落落 Happiness Saba 已經入面很多人了 可以看看 這間真的挺新的 有些像泰國的感覺 有些大的太陽傘 很舒服 坐在外面 可以讓你選擇外面也可以 外面也可以 所以沙巴有很多不同的特色餐廳 逐一介紹 原來有很多餐廳 很多酒吧喝東西的地方 這裡逢星期五是特別旺的 讓我們走一走 看看 那這一間呢 看看 都是吃Fusion菜 可以給大家看看價錢 雖然說 這麼好 這麼漂亮 海邊的環境會不會特別貴 其實又不是 這些都是 它又有分 現在很好 很多餐廳有分素食 然後又有這個 伺服 價錢也是OK的 可以接受 好 我們繼續看 你看 可以特別要求坐到海邊 多了很多外國人來到這裡 應該這裡真的是遊客必度的地方 然後這裡看電視 有水煙 有水煙 有些特色的東西 尼多這裡 有Live Band 我看到 這一間 有Live Band 有酒 喝酒 很舒服 一邊有些海風 吹著 偏遠一點 其實一路去很遠 這裡很多餐廳 很長的 Water Fun 大家覺得這裡 好像泰國 很有旅遊表 同時我們也覺得 因為它有喝酒 有酒 有酒 都是像 這裡好像香港的蘭桂坊 或者是洛士佛台 所以它是特別多遊客 如果你看到 這裡 在這裡 好香啊 原來是斷燒沙爹 難怪有一陣香味 開始有歌 聽不聽到 有Live Band 我們看看這裡 我們又看看 我們又看看這裡的價錢 這個是飲品 有飲品 有飲品 有Gina 這裡有酒 大家看看有價錢 就可以 這間是寬江船 可以上去 一邊開船 可以上去 一邊開船 有一個圈 可以看日落 也是人頭肺 計算 有飲品 有小食 我們現在走到這邊 把這邊的風景 跟大家拍一下 現在是晚上黑 還沒看到風景 其實如果是日頭的話 又是另一番景象 又會看著一個很大很美的海 很舒服 很寫意 又繼續和大家走走 看看我們今晚選哪間 我也是跟表姐來的 有親戚在這裡 就沒有怕了 一定帶來吃好東西的 到了到了 選這間 今晚 叫Gastro Food and Wine 今晚我們叫了頭盤有青口 有水牛芝士 蕃茄 還有雜錦魚生 牛油果 還有塔塔 意粉方面 有鮮茄肉丸意粉 燒大蝦意粉 還有海鮮配麥魚汁意粉 還有黑松露芝士 當然不少 是薄薄薄薄薄 主菜 有燒牛肉 還有圓條燒鱸魚 我們還點了一些 side dish 好像焗薯仔 還有這個甜品是Tele Mitsu 吃飽就可以看看這裡 它有自己的酒室 裝酒 裝紅酒 吃飽就走走走 也很漂亮 看看它的廚房 我也挺欣賞沙巴這個地方 我留意到很多餐廳 其實廚房都很公開給人看 沒有什麼秘密 很公開 因為它們都很乾淨 還有很喜歡open kitchen 我特別喜歡這個pizza 因為意大利老闆做的 這個pizza真的炭好燒 很好吃 很正 在這個角度 看到這個pizza 意大利老闆跟你說嗨 很好吃 我喜歡你的pizza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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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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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很友善 意大利老闆 看到很遠的pizza路 很棒 還有很多的食客 你看看 這邊 你看看 兩人可以來 一班人來都開心 今集我在沙巴生活的點點滴滴 就來到這裡 多謝你們看到最後 如果未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快點訂閱我頻道 因為我很需要你們每一個的訂閱支持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和分享 讓更多人認識沙巴這個地方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